但是我们学习佛法是这样子的 修行 它是一直在增加 这个智慧一直在增长 这无形的智慧一直在增长 那么我们这个智良也会记住 那智慧也会增长 那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心量也可以变成很宽大 本来以前心量很窄小的 心量也会变成越来越修越宽大 越修越宽大 这是属于正能量 你修行修的心量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像增一样 那一定将来一定不行 修行的人心量一定是很宽很广 他几乎认为 所有的人只要是人 所有的人都是好人 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佛性 所以 不管再怎么坏的人 他还是可以变好 那今天师生在这里讲 今天如果 鬼伯不再养鬼 他还是可以造就的人才 也不要说访 不养鬼 不说访 他还是一个很好的人才 可以造就的 可以造就的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 鬼伯 把这个鬼拿掉 变成伯伯 变成 也不能变成老伯 老也不行 反正你是伯娘 把鬼拿掉 把鬼拿掉 就变成伯娘 伯娘 你这个伯娘 一样是有佛性的 但是你记得要守五戒 不要说访 很多的 这个 他的什么神通啊 什么东西 全部都是说访的 这是说访的 这是说访的